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 欢迎回到GoGateaway的频道 今天我们人又在张仪鸡场 然后没有错 我们今天要出发到曼谷 来一个六天五夜曼谷之旅 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我们在曼谷如何吃喝玩乐的话呢 就接着看下去吧 我们现在来到T2二楼的一个food court 然后现在在有它的那个self service的kiosk点餐 然后这里竟然有米其林一星的那个发葱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米包 然后要一般的辣 然后不要醋 然后加了猪饭 然后现在在我面前我要来试一下 味道很香哦 它看起来有一点辣哦 虽然我们只是加一般的辣 来试一下 香 如果你是不是很会吃辣的人的话呢 我建议你去选那个少辣 因为它是个regular辣呢 我觉得还蛮辣的 就有点中辣的程度 然后它的那个米包煮的那个熟度 我觉得刚刚好就是还很springy 不会很软 但是也不会很硬 然后那个辣度真的很爽 咸度 我觉得整体来说那个面呢 超级无敌入味 就是你完全吃得到它的那个酱的那个味道 很好吃耶 来试一下它的肉片 它的猪肉片也是很大一片 这是我吃过最嫩的一个猪肉片 超嫩的 就差那么一点就入口积化的那种 好好吃哦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很喜欢猪油渣的人的话呢 我觉得它整碗有一个很浓的猪油渣的味道 很好吃耶 真的真的很好吃 我爱猪油渣 来试一下猪肝 它猪肝也是煮得刚刚好 就那种不是煮得太久的 就很显然它们就是拿去去烫一下子 然后用捞上来的那种 很嫩 没有腥味 没有任何的臭味 它的食材都很新鲜 这碗我觉得超好吃 它们的米其林一星十字名归 超好吃 然后先来喝一下它的汤 它汤感觉也是很厉害 就你这样乍看下去呢 它的汤就是那种清汤 它就有那种肉碎 然后它给了五颗肉丸 还有一个水饭 还有一个水饺 很多料 它的汤头超浓的 有一点偏咸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种很想吃太咸的话 这碗可能有点过咸 可是我自己觉得很入味很好喝 然后来吃一下它的肉丸 它肉丸很软很Q 很好吃喔 而且它的肉丸就是感觉到它就是煮很久 就每一口就吃得到它的那个汤的那个香味 这一碗呢 是要十块钱新鲜 如果你可能去正宗的那间店吃呢 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 因为毕竟这里是章艺机场的 所以十块钱 我觉得合理 就是游客会来吃的 我觉得合理啦 现在 再来你来试一下喔 萨拉伐猪肉面 萨拉伐猪肉面 好 我们刚到曼谷了 然后我们刚刚check in了我们的 这五晚要住的旅店 叫做Spenza Hotel 然后它在那个Platunam area 是算是蛮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地区吧 然后现在我们要下去便利商店 买一点食物吃 好 那我们刚刚就已经从7-11回到饭店了 然后刚才在7-11我们真的是买爆 因为重点是他们泰国 因为他们的类真的超多口味的 而且有很多口味都是在泰国的7-11才会有的 然后之后我们回去新加坡才开箱给你们看 现在就先来吃一下这些熟食吧 我面前就有八样 今天一共买了八样熟食 然后其中这八样呢 有两个是香肠 有一个面包 然后有几个Burger 就先来吃一下那个香肠吧 我们买的这个香肠呢 是Truffle Cheese的香肠 然后它这个好像是49块泰铢 也就是换新币上来也就是2块钱左右 很便宜 然后刚才那个店员有帮我们弄热 你看它的那个cheese 也就是爆浆爆出来 好像很厉害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里的服务超好的 就是帮你弄热了之后呢 它还帮你直接放steak进去 就是给你方便可以吃 很棒耶这里的服务 先来试一下这个Truffle Cheese的Sausage好了 你看 它里面的那个cheese没有在省喔 好浓喔 很吃 然后它的那个Sausage 那个香肠本身呢 是有很重的Truffle的味道 只是我觉得 以一个便利商店的香肠来说 这个水准 可以过关耶 而且它的肉不是那种很硬的 是很Q的 好像有嚼劲的 这香肠好吃耶 第一个香肠买到很满意 意外的很好吃 那我们接下来去试第二个香肠 好的那第二个香肠呢 是这个品牌 叫Easy Taste 然后它是这个 New Orleans Flavored Fried Sausage 就是炸香肠 这样看下去我觉得它就是 不像是炸的香肠 好香喔 但是这个香肠的那个尺寸呢 我觉得很刚好 就是那种一口就可以咬完的 那种Cocktail Sausage 它第一口吃的时候 觉得它整段肉很Q 很有嚼劲 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 诶 会辣喔 真的 它有那个香味 鲜味 然后后劲是有点小辣的 这个的那个嚼劲呢 就不要比刚才第一个还要来的更有嚼劲 目前为止吃到这两个香肠都好吃 然后它这个香肠是哈拉的 所以这个香肠不是猪肉的 这有些鸡肉的 对 这个是鸡肉的 很嫩很好吃 好 接下来我们买了一个这个 Easy Go的炸猪肉 搭配他们的Sticky Rice 来试一下 哇 它的炸猪肉 我觉得它这个拿去餐厅卖可以 它的那个蒜头的那个蒜姜很爽 很爽 好 那我来试一下这个 Fried pork with sticky rice 看来它炸猪肉 很咸 然后很香 就是那种蒜炒 炸猪肉 就是有蒜的味道 然后那个Sticky Rice呢 就是没有味道的 它不像那种Mango Sticky Rice 因为Mango Sticky Rice 就是有加那个椰浆嘛 因为没有 但是吃起来是Mango Sticky Rice的那个口感 就是糯米 可是它吃你的糯米呢 我觉得便宜了一点点 可能是因为刚才微波了一下嘛 所以它有一点硬 Sticky Rice的口感我没有到很喜欢 但是它的这个炸猪肉真的是 我觉得呢 是一个 虽然说很小份 会吃不饱 但是我觉得吃的蛮满足的 他们这里的便利商店真的可以买包 好 我们接下去吃第四样 第四样来吃一点特别的 因为我觉得新加坡的便利商店呢 是卖不到的 就是CP的茶碗蒸 然后这茶碗蒸好像是20多泰铢 也就是一块多星币 然后它有很多口味 刚才我有看到就是皮蛋肉碎的 然后也有看到鸡肉的 然后我们买的是这种比较普通的 就是一般在日本餐厅就吃得到的这种 麦相很不错呦 然后这里面长这样 有香菇有Crab stick还有Naruto 我来吃一下它的那个鸡蛋本身 它鸡蛋呢真的是茶碗蒸的那种 texture 你知道如果你放在一个日式的那种 餐厅的那种杯 然后端给我 我会以为这个是在餐厅买的 真的到有一点点那种蟹的那种鲜味吗 很好吃欸 这个以一个素食来说我真的觉得可以给它满分耶 我有来泰国的话一定要买新一家的茶碗蒸 超级推荐 还有最后三样 我们来吃一下一个吐司 我们买了一个素食的吐司 它是ham and cheese 然后刚才那个店员有直接帮我们把它从那个包装拿出来 然后现场帮我们弄热它 在新加坡肯定没有这种服务 它的边呢还是烤的脆脆的那种哦 一般你弄热一个熟食的话呢 那个边边肯定不会是这种脆脆的 但是因为它是现烤的所以还很脆 你看里面有那个火腿跟cheese 哦 真的耶很好吃耶 就好像是他们店内哦 招牌有说是泰国人的最爱 它的那个面皮呢很像那种 你在普拉买得到那种puff的那种饼皮 就脆脆的 然后里面软软的 然后它的那个火腿是有一点偏咸 但是配上那个cheese 再配上那个面包 大家一定要来吃一下这个easy taste的这个ham and cheese sandwich 超棒好吃 最后第二样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一样是easy taste的东西 我现在对他们家的东西超级期待的 然后我们买的这个是grilled pork sticky rice 上下的皮是饭 然后中间是一片猪肉 有点像那种摩斯汉堡的那种 rice burger的概念 里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还有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厚的 so that你可以容易的拿这个burger 我觉得它包装做的还蛮贴心的 它里面的那个猪肉 咸咸咸咸咸的 猪肉本身还不错吃 但是它的那个sticky rice 也是没有味道的 然后猪肉只是稍微有点甜有点咸 可是整体吃下去的口感呢 我觉得它偏淡的一点点 而且它的那个饭呢 因为是sticky rice嘛 所以真的还蛮粘的 很容易粘牙 到目前为止 这个我觉得还好一般般 没有很推荐 如果你没有很饿的话 可以不用买这个 终于有一个还可以而已 好的 最后一样了 也是sticky家的 black pepper黑胡椒鸡排宝 听起来就很厉害有没有 然后你看它这边还有一个logo 就是说它有真的是去烤过的 本人长这样 两片面包 然后中间就是那个 black pepper chicken steak 然后先说摸下去 它的面包的软度 不像是素食 超软超软的 很像那种 麦当劳的鱼卤包的那种 蒸过的面包的那种软度 正如我所说的 它的面包呢 真的非常的软 然后它的那个黑胡椒鸡排呢 我自己觉得呢 黑胡椒的味道没有特别的粗重 它会辣 它小辣 但是它的小辣感觉不是 黑胡椒的那种辣 如果你有吃过那种麦当劳的 它的那个黑胡椒的那个味道 那个才真的是叫黑胡椒 这个我 我觉得它好像就是辣椒鸡排的感觉 但是它的鸡肉本身是多汁 然后很嫩的 就不是那种柴柴的肉 所以它的那个肉的肉质呢 是还很OK的 以一个素食来说 它的肉质 我觉得很棒 而且感觉就不是鸡胸肉 是那种鸡嘴肉的感觉 质感很好 但是如果你是很喜欢那种 黑胡椒的味道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味道 没有到很黑胡椒 它就是辣而已 好 然后我们这样就试吃完毕 然后我刚才呢 在那个便利箱店呢 也买了一包这个 这个Lattersoi的豆奶呢 是我每次来泰国都会 必买的一个豆奶品牌吧 它们家的豆奶我觉得很好喝 就我自己觉得啦 有比维糖奶好喝啦 而且它很便宜 它这一包呢 是300梦的 才15块泰铢 金币才六七毛耶 怎么可能不买呢 对不对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 第一天抵达泰国的 然后小小的迷你 帮忙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请记住的帮我们按一个喜欢 还没有订阅 勾跟LV频道的话呢 赶紧订阅我们频道 如果有什么想看的 影片内容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